如果说两角镜不足以证明 身高不是速度的主导因素 那么来自雅买家的弗雷泽 更是打破传统观念 非人弗雷泽不光身高只有一米五二 他的年龄也让人惊叹 35岁的他在最近的尤金田径赛上 更是突破了新纪录 创造自己运动生涯最好的成绩 时间回到田径宁子短跑一百米决赛中 这场对决可是让观众欢呼不已 因为聚集的选手全是有着女飞人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三名雅买女飞人都在 观众们一致打句道 说雅买家就是冲着包来金银铜来的 三人出战倒是很应急 没错这个头发颜色非常张扬 引人注目的就是浮泪色 自信从容的笑容 如果小叶不说 大家是否能猜到他的年龄呢 同样吸引目光的还有奥运汤普森 他今天的造型是一头亮眼的黄头发 小叶真害怕他们的长发会影响到发挥 不过这都是多余的担心 所有选手做好准备 什么情况喝口水还没来得及咽下的功夫 弗雷子就像风飘到了终点 真是想不到身材娇小 他能有这么强大的爆发力 又创下十秒六七的成绩 真是看得不可思议 弗雷子从出发起就一起学陈 36岁的他 打破陈锋23年的世锦赛记录 36岁对你没听错 小叶猜想 就算是两个18岁的小伙子 也追不上弗雷子的脚跟吧 而他也成功未免 获得世锦赛五冠王称号 因为身高只有1.52年 所以他总被大家称为袖真飞人 弗雷子的身体条件不够出色 在短跑选手日渐区域身材高大的津铁 他的脱颖而出更为难能可贵 不过弗雷子的起跑和加速跑都非常完美 和身材高大的短跑选手相比 他的动作频率很快 不凭远超其他选手 这也是他能够在各类比赛中 屡屡取胜的重要原因 你对弗雷子有什么看法吗 稍等一下 先别急着评价 还有更精彩的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弗雷子作为压轴 在最后一棒击里 接到后开始发动 双脚像是阿拉马自达 狂甩对手了30名 连旁边的自动摄像机 都差点跟不上他的步伐 没错 他就是有着袖珍火箭称号的弗雷子 这是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 尼茨接力决赛 第六道传奇的亚马加队 两届在09年和13年 获得过世锦赛冠军 三届世锦赛冠军 当亚马加队伍上场时 可以看到解术员和在场观众的欢呼声 没错最显眼的还是弗雷子 这次的他是一头绿色的脏脏变 同样显眼的还是他的成绩 他曾在接力赛的最后100米 跑出过9秒76的成绩 大家都期待他今天是否能再创造奇迹 和亚马加对决的是美国队 他们在预赛中的成绩是第一 从现有的成绩来看 美国队对金牌的胜算要大一点 不过有弗雷瑟赛 要看看他是否能答应 这就是王者风范吧 赛场上强者风范 把赛场的气温都压到了冰点 废话不多说 一起来欣赏吧 包手一二棒的真接 我看 亚马加 亚马加现在排名第一 布兰蒂尼 被汤姆森 最后一棒 最后一棒 弗雷泽 弗雷泽 弗雷泽第一个接棒 全力加速 弗雷泽雷泽 第二美国 第三特林 然后多巴格 弗雷泽实际上跑得最快的 女选手 41秒08 400米吉利赛 居然41秒08 就跑完 就这么快速的结束了 弗雷泽百米之内 无对手压 通过慢镜头回放 可以看到弗雷泽 足足领先美国对手 将近四米的距离 而两人在交接棒时 只差一个身位 等待去的博尔特看到之后 都惊讶地鼓起了掌 其实弗雷泽身上 惊人的地方还有很多 她是从贫民窟 走出来的女孩 不仅在赛场上 找到了自身价值 她从一个贫民窟的孩子 成长为短跑女王的经历 激励着无数生活在社会底层 却拥有冠军梦想的孩子们 她更是一个榜样 每次出场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头发 没错 她还经营一家假发公司 弗雷泽把其余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做慈善事业上 她是联合过儿童基金会大使 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她会不惜名利 全身心地投入为孩子们 谋福利的事业中 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弗雷泽 就会知道她是一个幕后英雄 她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但她却低调地令人难以置信 身高152厘米怎么了 大龄选手又怎么了 她告诉你身高和年龄 不是放弃的理由 2017年弗雷泽宣布怀孕的情绪 直2019年 弗雷泽顺理缠辞后 再一次战上了诗锦赛舞台 那时人们都在质疑 这位已经32岁高龄的选手 能不能跟上年轻人的步伐 但没想到的是 弗雷泽一路过关斩将 轻松进入决赛 但是毕竟离开赛场将近两年多 弗雷泽还能重回巅峰门 又新进了几位短跑冠军 这些后辈是否能力压老将费雷泽呢 大家都特别关注 弗雷泽回归的这场比赛 有吃一声有吃吃一声 究竟是传奇延续 还是心忙登机 让我们一睹为快 他做到了 即使两年未征战 依旧不减当年之风范 跑出了10秒71的成绩 没给对手一丝机会 重新复出的赛道上 又有一定的地位 依旧是大家熟悉的 那个袖真飞人 他回来了 他身上那股爆发力 真的很惊人 在2012年的伦队奥运会上 他更是加冕成双冠王 每当100米这个标志出现的时候 就让人期待着 人类对速度极限的挑战 八位运动员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弗雷泽这次被分在了第七赛道 而他所获得的荣誉则有 北京奥运会的冠军 三届世锦赛冠军 如果此次比赛还能夺冠 则是双冠加冕 但是这次赛场的杰特尔 同样很激出 他堪称美国短跑的新天后 他最好的成绩 跑到了10秒64 对这块奥运金牌可是忽视眈眈 所以这场奥运 也被称为美牙对决 预备预 还是弗雷泽拿到了胜利 险些被杰特尔追上 他俩的速度不分上下 比赛开始 大家的启动反应非常的接近 在开始的时候 弗雷泽并未领先 在中段时开始逐渐向前超越 在最后时刻冲击成功 在临近终点时 可以看到所有的运动员都到达 可见弗雷泽这场跑得有多艰辛 赛后他已是激动的痛哭 调好情绪后 依旧是落落大方的笑容 时至今日他依然在赛场上 而他也常说 年轻人首先要相信自己 不要觉得自己不行 如果觉得这一次不行的话 还有的是时间来努力 应该坚持自己 不断挑战 不知道你对弗雷泽有什么想说的吗